李家超在2022年上任時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 就高調提出了搶人材 政府表示截至今年9月底 各項輸入人材計劃合共有24萬宗的申請獲批 不夠兩年時間 大約有16萬人材攜同家人來到香港 主事官員表示超額完成當初訂立的目標 並且為此沾沾自喜 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更加明言香港仍然存在人材方 所以會繼續擴大輸入海外人材 並且推出了新計劃銳意吸引更多的年輕技術專才 李家超和一眾官員不斷自我催眠 滿足於KPI的數字遊戲 難怪有國際媒體也如他是KPI man 主事官員為求跑數達標 降低門檻加快審批 但就從未關心最核心的問題 香港為何會出現人材方呢 到底香港需要的是什麼人材呢 香港出現人材方 是始於中共在2020年6月強行實施國安法 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所導致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只是政府一直都不肯宣之於口 最近有傳媒所做的調查顯示 幾年間移居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台灣的人口 就最少有30萬人 在外移人口之中 不乏高學歷和技術專才 按英國大學學者一項針對BNO簽證移居人士的調查發現 有成68%受訪者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 超過三分一 是在香港從事的工作需要資格認證 人材流失、跌勢未止 去年底一家人材顧問公司所做的調查顯示 來自金融、工程、醫療、法律和科技等各個專業領域的受訪者當中 有成超過一半 是表示考慮在未來3至5年內離開香港 香港政治日益崩壞 自由人權法治大幅萎縮 令大量人材選擇被秦 遠走他鄉 這是導致香港出現人材荒的最根本原因 他們可能基於不同的理由 寧願放棄在香港黑府經營多年的專業 移居他國 令謀發展出路 部分人不甘心自由被剝奪 而不能夠暢所欲言 部分人憂慮政治高壓之下專業自主不保 部分人不想看到下一代要被迫接受洗腦式的愛國教育 李家超口裡雖然說要解決人材荒 但是眼見政治崩壞已經令到香港爆發大規模的移民潮 去領軍之下的特區政府不但未有改緣易設 反而戰狼式地變本加厲 進一步立法23條 加強推動愛國教育 動切引用惡法檢控表達意見的人士 此外 政府當局對專業自主領域的侵犯 日益猖獗 包括基於政治理由吊銷教師寫工牌照 研究敏感課題學者的教職被無故中止 拒絕海外律師來香港打官司 縱容滋擾記者和他們家人的事件發生等等 實在很難說服這些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 香港還可以為他們提供安心發展的環境 再說目前香港面對的挑戰不僅是本地人才大規模流失 而且來自海外的國際人才也對香港卻步 從政府的統計資料可以見到 用作招募非中國內地海外人才的一般就業政策 相較5年前來香港數字減少36% 至於各項以全球人才為招募對象的輸入人才計劃 包括高財通計劃、優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流港計劃 來自中國大陸的比例高達95%以上 由此可見 單從離香港人才的數字並不能反映真正的成效 若果世漢當中單一化的來源 反映香港正在失去國際城市的優勢 各種巧立名目的輸入人才計劃 充其量只是在現行單程證之外 為國內精英階層提供多一個來香港工作生活取得居留權的跳板 當香港逐漸失去以往多元自由的制度優勢 各方面和國際標準日漸脫軌 在很多海外人才眼中 香港只不過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 自然失去令他們來香港發展的吸引力 現在的香港就好像一個流血不止的病人 特區政府不但未有為病人緊急止血 而且更不斷在病人身上插上尖刀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量輸血又怎能救到這個常藝病人呢?